他曾被提名国际安徒生大奖,这个重量级的世界奖项,凭借到也是他如安徒生一般唯美忧伤的风格。 他用古典诗意的文字,接受着自己的美学信念,他就是中国当代小说家曹文轩。 曹文轩曾说过,生长美的途径尽管千条万条,但最重要并最容易受到效果的途径就是描写环境。 于是乎,你能在他的小说中饱饬江苏水乡的美丽环境。 《草房子》一说,对于主人公桑桑的出场,西子如今的只用了两句话。 桑桑是校长桑桥的儿子,桑桑的家就在油麻地小学的校园里,也是一幢草房子。 而对草房子的环境却洋洋洒洒描写了一大段,从房子之间的植物安排到宽敞程度,再到它不是用一般稻草或卖街盖成的,而是从三百里外的海滩上打来的茅草盖成的。 那茅草旺盛地长在海滩上,受着海风的吹拂,与毫无遮挡的阳光的曝晒,一根一根都长得很有韧性。 阳光一照,闪闪发亮如铜丝,海风一吹,竟然能发出金属般的声响。 这般细腻的笔触,曹文轩的小说真有如艺术品般精致。 故乡的环境无疑迷足珍贵,而故乡的童年记忆,更是曹文轩创作的灵感之源。 那是属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贫穷苦难记忆,只是在曹文轩的笔下,苦难也散发出了美的光芒。 像玉,杨织玉,十分精盈,像下了很久之后,已经变得十分干净的雪。 你能想到吗?贫穷年代,人们眼中的肥肉竟如此美妙。 有如青铜葵花中,蝗灾之后,青铜和葵花去挖卢根冲击,大雨让两人失散。 当他们历经千辛万苦才重逢,满身是泥地回家。 文中写道,雨过天晴时,青铜牵着牛,一学一挂地走出卢尾档。 牛背上坐着葵花,他跨着篮子,那里面的卢根已被雨水冲洗得干干净净,一根根像下芽一般的白。 如此从容为美的文字,让人面对种种不幸,也能含泪微笑了。 而曹文轩最深刻的美,则体现在人性上。 尽管小说中也有仇恨,伤害,报复等等,但那些表面能看到的仇与恶,最终都会被隐藏深处的善与美所取代。 阿厨一文中,在一次传难中,阿厨的爹不会游泳,好不容易死死拽住了大狗他爹的胳膊。 大狗的爹为了活命,竟然把一个手电筒塞到阿厨爹手中,然后自己松手游了上去。 阿厨对父亲的死一直怀恨在心,变成小恶棍报复大家。 有一次,他竟然使坏,把不会游泳的大狗拽到船上远行,却刚好遇到大把决堤,无法返回老。 三天过去,两人只能靠苦涩的颅根冲击,又饿又冷的大狗浑身哆嗦。 阿厨呢,竟然跑到芦苇荡里,不过被刺得浑身鲜血,找来几个野鸭蛋,飞到大狗嘴里。 最后,为捕捉到野鸭,他竭尽全力一跃,扑进了水里。 当人们找到大狗时,他始终自言自语一句话,阿厨哥走了,阿厨哥是光着身子走道。 为了给大狗取暖,阿厨把所有衣服都脱给他了。 曹文轩的纯美小说很多, 甘鸟,草房子,青铜葵花,山羊不吃天堂草,都值得你去细细体味。 下个视频,让你感受第十一根红布条的美,抢进币呀!